大家好, 到了是非財經的環節了 近期市場的氣氛非常活躍 今天我們也請來財經演員 Sauce是財經專家 經濟寶來和我們大家分析一下 經濟寶二號機 補完了 是, 大家好 近期市場值得留意的是 口罩的行程 因為口罩的需求仍然很高 相信很快就會衝破五十天移動平均線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考慮爭辭 另外, 我們也留意到 設置格格反覆, 供應不穩 不如我們看看片段吧 是的, 我們仍然看到 有市民在搶這個設置 等等 是, 現在是有一個觀眾的電話 我們現在先聽聽留思拉 好開心, 輪到我了 我想問一下 最近這個行山指數很高 我們是否應該高追? 是, 經濟寶 是, 受疫情影響 有很多市民去了行山 引致行山指數全面急升 我相信這個情況也會持續 大家可以放心高追 不知道你自己本人 有沒有持有以上的股份呢? 沒有 答得很好 我們《是非財經》 暫時就來到這裡為止 因為待會兒 還會有更精彩的節目 黑小飛, 明見時飛 黑小飛, 明見時飛 黑小飛, 明見時飛 是非女朋友, 出發 來到泰國 對著這個無敵大海在這裡按腳 實在太不過癮了 不如玩點刺激東西吧 摺龍, 好嗎? 來, 給我B, 來 TVB的B嗎? B仔的兒子 想帶小小姐的戒嗎? 戒… 戒… 好,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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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來你什麼都通了 是時候要接其他東西了 接什麼? 是接泰國最有名的飛天通菜 飛天通菜是泰國很出名的一道菜式 同時也是一個表演 以前很多遊客專程去找來看 炒菜的部分沒什麼特別 最特別是炒完之後 師傅會將通菜拋上天 另一位同事就站得遠遠 準備節菜 距離起碼有八至十米左右 準備好之後 師傅拋拋鑊飛天通菜就起飛 通菜準確降落在對面的碟上 表演就為之成功了 學習了飛, 明天才會 原來飛天通菜是這樣的 我們也應該學這門手藝 為免浪費食物 我們就不用通菜 我們用這個… 毛巾, 還有濕毛巾 我負責拋你三個就接 我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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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基盈, 你的兜渣好嗎? 來… 準備 黃基盈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出來… 我的拋物線沒有了, 等等 出來 你怎麼搞的? 一、二、三… 厲害… 我得了, 沒力氣 我得了, 成功很大 你扔得這麼差 這麼近都扔到這樣 跟直接扔到地上沒什麼分別 不要叫飛天通菜 叫落地通菜 叫人怎麼接 其實就這樣看他的動作 都知道有問題了 跟剛才的師傅很不一樣 難道就是這樣 毛巾不能飛天? 我吃光了沙 為什麼扔到毛巾都扔不起來? 博士,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Mai Yan 他拋鑊的時候 手勢一開始把鑊放在鑊頭上 拋到最高的時候 拋毛巾出來 因為這個加速的距離比較短 所以毛巾飛出來的時候 速度比較慢 所以距離就會短一點 如果他想要拋遠一點的話 其實他應該要令到 加速距離長一點 毛巾飛出來的時候 速度快一點 就會飛得遠一點 為什麼師傅拋又可以拋得這麼短? 你叫師傅 他的動作 就是把鑊放下 他自己一個人蹲下 之後才把鑊放到最高 他的加速距離 其實是比Mai Yan長很多 所以通菜飛出來的時候 速度快很多 所以就拋得遠一點 而且你見到 師傅用的鑊 和Mai Yan用的鑊 其實有些不同 師傅用的鑊 是一個圓鑊 而Mai Yan用的鑊 是一個平底鑊 當你拋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用平底鑊 那個毛巾就會打橫飛出來 之後就開始墜下去 做拋物線 但是圓鑊的話 通作就會沿著鑊的弧度 一飛出來 其實一開始會有斜上的角度 如果沿著拋物線這樣出的話 當角度有斜上的話 那個距離就會比較遠一點 都是親身找師傅學好一點 但是你們也不理師傅 每個人只貼上帥哥 那學拋之前也要學摺 你會吃的 兩句… 兩句吃蔥菜 你吃這邊… 別人會害羞的 想摺 你… 你肯定? 好, 你來 好了, 為了你的忠心幸福 就不想你毀容 我們做了安全措施 沒錯, 不是對你沒信心 我們覺得你行的 我們在後面站起來 交給你 來了… 來了… 草包不妨一看再看 師傅真的拋得很漂亮 不過摺那個真的差勁 通菜認勝度地, 慘 連油都沒有幾滴 你沒什麼典份了 你也拋不到邊 撿到後面的通菜給金仔吃 我們進去吃日圓的 我們吃這個 不如不吃這個 不然我們吃這個 不… 精心考治 你現在來吃… 別吃這些 吃我們特製的 烤你的 你精心考治 精彩 通菜 趁點 不錯 但是好像有點星星 很有泰國特色 你別以為我真的看不見 你身為這麼大的紅蘿蔔幹什麼 其實我的口感 你可以拿來炸汁給我喝嗎? 什麼?這條紅蘿蔔有特別用途 特別用途?我不想知道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彭博士叫我買的 他說可以一起玩 彭博士也有份? 我們快點去找彭博士玩吧 你說不想吃什麼? 博士 是… 這條蘿蔔 找到了? 這個待會才玩 我們先玩這個,吹水鳥 我常吃鳥 博士,你這隻鳥挺精緻 這個吹水鳥有很多科學原理 不信你現在先吹下去吧 博士,好像沒有什麼鳥 什麼沒有鳥? 我加水進去就不同了 不是的 當然 當然 寫了,現在滿水鳥 倒寫鳥 試試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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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真的不是吹水有些了道 我當然有了道 剛才Judy在那裡吹的時候 空氣撞到中間這塊尖板 就會加強了空氣的震動 而這個空氣管就會產生了一個注波 剛才沒有加水的時候 注波的頻率是固定的 你聽到很尖的聲音而已 但當它加水的時候 當你吹下去的時候 水位會不斷地上下上下地改變 就會變成波長的改變 也就是頻率一直改變 還會聽到那麼好聽 像小鳥的聲音 空氣撞擊尖板 令空氣粒子震動 聖波停在管內形成注波 很多吹鼓外氣的發聲原理都是這樣的 我博士穿得挺好玩的 這個不算好玩 我拿著他還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那等什麼?快點吧 走吧… 博士… 那些飲痛來敷衍我們 你真的不夠朋友 敷衍 你看,長短不一,角色其色 任君選擇,你拿來吹一下 很厲害,我們不要撿書 我吹到… 我吹到… 吹到… 那些生日吹哩哩的 對吧?你的音好像曉轉彎一樣 好像曉良三日 博士,為何還有這些聲音 其實這個不要小看 這支做了手腳 首先我剪了兩塊尖形 其實就像雙黃管一樣的效果 吹的時候,這裡就會震動空氣 而在裡面就會形成一個注波 如果管越長的話 波長就越長 也就是說頻率就會越低 你看見鵬兒剛才吹的 就會比較尖 你那個比較沉,好像放屁一樣 這個很好喝 是的 博士,其實說了這麼久 這條紅蘿蔔用來做什麼呢? 是的 這個好玩,可以用來做樂器 在紅蘿蔔頭畫一個深一點的洞 之後在對落一點,打斜切一個開口位 下面再開幾個洞 最後將一顆小紅蘿蔔塞入吹氣位 搞定 好厲害 博士,很手工 這個很吹 不,怎樣玩 這幾個洞可以用來調音 很高,博士 試試看 但其實這是什麼構造的呢? 它有維他命 它雖然是一個蘿蔔 但其實是一個木銅的結構 當你吹下去的時候 中間這裡有一顆小小的紅蘿蔔 將你的風氣送上去 在前面這個煎板的位置 它的震動也會在裡面產生了鑄波 當你按住不同的洞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音 是的 就會產生鑄波的波長不一樣 從而會有不同的頻率的聲音產生 你試試看 到你了… 有沒有幫忙打狗狗狗 Rowy,你還是拿回去煲湯吧